根據觀光局的統計 去年有超過七百萬的觀光客來臺 觀光產業受惠也大舉真財 人類銀行調查有超過七成的上班族 都有意願轉職到觀光業 不過期待的起薪 卻和實際能得到的有落差 提醒轉職者要做好心理準備 在科技業工作十幾年的楊先生 因為熱愛旅行 決定轉職到旅遊業 擔任領隊 雖然工作起來很開心 不過跟想像中的生活 還是有一段落差 別人在那個休息的時候 真是我們要上班的時候 對 那有可能有時候帶團的時候 是看你是怎樣去安排 像寒暑假忘記的時候 旅行設施不希望你請假 可能一團接一團 那是很辛苦的 光鮮亮麗的一個行業 就是因為這樣子吸引進來 然後後來進來之後才發現 其實觀光業其實是要服務客人的 所以當你發現到這兩個落差的時候 你會覺得身段很重要 原本同樣都是上班族 兩位轉職過來人分享 觀光產業看似光鮮亮麗 但其實要很有服務熱忱 以及犧牲假期的心理準備 工作時間長也有不確定性 儘管如此 人力銀行調查有超過七成的上班族 都想要轉職到觀光產業 其中最想從事的職缺是領隊和導遊 佔了46% 不過人力銀行也提醒 觀光產業入門薪資並沒有上班族預期的高 我們做個平均是落在四萬一 那但是我們看業界能夠供給的這個薪資 它的薪水平均是三萬三 那一定是有落差 人力銀行分析 政府大力推動觀光產業 職缺多之下升遷機會也多 可說是有前景的行業 上班族可以自我評估能力和個性是否適合 儘管觀光產業的起性不高 但隨著經驗累積和業務開拓 獎金以及個式津貼都有機會逐漸增加 記者許愛玲堅台報導